在河南的修武县埋葬着这样一位帝王 曹操邪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天子就是东汉的最后一位皇帝 汉县帝刘邪 他为什么会葬在这里呢 咱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 这里就是汉县帝刘邪与曹皇后的合葬陵墓善陵 看这个墓碑上写的 汉县帝灵寝 这个碑是清乾隆年间所立 在这个陵种的前面还有一个类似祭奠的建筑 这个陵墓的风土很大 高有7米 周长有100多米 算是一个保护比较好的东汉地陵 刘邪为什么会葬到这里呢 东汉建案25年 汉县帝刘邪将皇位善让给曹丕 并被封为山阳宫 他的封地就在今天的交作一带 刘邪做山阳宫以后 放下了皇帝的架子 甘心与民同游 公耕菜谱 涉足农丧 还经常访贫问苦 深受百姓爱戴 清奴二年 汉县帝去世 为明帝以天子之礼将其葬于此处 并亲率群臣百官至继 刘邪被善让皇位后 还算是一个结局比较好的皇帝 能得以善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刘邪视 documentary 土耳宫臣饰阳宫